9月16号国庆办举行省趋势系列新闻发布会 海南省委书记刘兹贵在会上介绍 目前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已正式提上国家立法日程 相关政策正在制定之中 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正式提上国家立法日程 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加快研究 下一步 我们将对照世界先进水平最开放的形态 加快探索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进程 推进以世界各国 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深化合作 建设四小时八小时飞行经济圈 打造我国面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对外开放门户 随着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进程不断深入 海南对国外游客的开放程度势必越来越高 海南省副省长沈丹阳在会上透露 在现有59国旅游免签基础上 海南近期有可能再对八个国家和地区开放免签入境 据我所知 在现有59国免签的基础上 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 有可能近期就会再开放八个国家和地区到海南免签旅游 当然除了游客可以免签到海南旅游外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外国朋友 特别是一带一路国家的朋友更关心到海南的工作签证 学习签证和居留签证 这几个方面我们也会更加开放 并且做得更加便利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也成为海南省的重点工作 海南省省长沈小明在会上指出 在新旧动能转换方面 海南省主要着力减少经济对房地产的依赖 预计2020年一季度末 海南经济将进入良性快速的发展轨道 2019年一刀八月份 我们在房地产销售面积降低52% 房地产销售额降低50% 再加上减税降费的大背景下 一刀八月份经济总量增长5.4% 我们没有出现因为房地产调控 而引起的经济大起大落的情况 我们预计明年一季度末 海南的经济将进入良性快速的发展轨道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